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人压力大 偶尔会去给师傅按一下 按摩方式摆摆肿 脚底按摩 淋巴按摩 精油按摩等等 适度地让肌肉放松 不止一夜好眠 还能舒缓各种酸痛 但你知道吗 有些地方可以按 有些部位却不能随便按 小心刺激过头 用力不慎就会造成脑中风 人体重要动脉几乎都在躯干中心 也常常覆盖在骨头下 唯独颈动脉颈薄薄皮肤保护 而脖子前方有个颈前三角区 指的是耳朵厚到下巴 再到胸骨上缘 颈部有内颈动脉 外颈动脉追动脉经过 如果不恰当地按压 就会引起中风危机 连安诊所心脏血管内科主任 是一众医师提醒 颈动脉痘是身体的压力感测器 一旦心跳血压不正常 它就会调节 但如果你故意压迫它 身体就会出问题 心跳变慢 血压下降 严重的话还会晕倒 尤其有些人天生就有部分血管狭窄 如果按压到颈部血管 导致血流量变小 突发的疾病风险便会上升 可能会缺血性中风 还有一种高危险群 就是长期三高 有胆固醇或血糖问题者 颈动脉会有斑块沉淀 当按摩师在颈部刮沙 即与刺激时 里面的斑块不小心掉落 跟着血液往脑部流 不小心塞住就会脑中风 除了按摩以外 颈前三角区一定要避免不当的外力刺激 就算只是开玩笑地请住对方脖子 也最好避免 医生建议 最好定期做颈动脉超音波检查 利用超音波看到血流状况 平常若要放松肩颈压力 可以把头慢慢往上抬 再慢慢往下 或是轻松的耸肩 拿热腹带敷在肩膀上10-15分钟 也能有效地舒缓颈椎和肌肉不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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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